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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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将对相关指示进行调整 预计在两艘轻型巡防舰原型舰于2026年10月底交付后 将推出新一代导弹巡防舰的全新方案 另一方面 垂直发射系统采购计划被称为海狼计划 旨在引进美国的41克瓦查垂直发射系统 与此同时 中山科学研究院已在自主研发 近载垂直发射系统及华阳计划 该计划的设计理念与美国41克瓦查热发射垂直发射系统相似 中山科学研究院于2014年完成了该系统的研制 包括开发了能承受导弹发动机点火时高温高压的防火隔热材料 然而 在发射系统的排烟道设计以及处理导弹点火后无法升空 在发射管内持续燃烧的安全措施方面 中山科学研究院一直未能赢得台湾海军的信任 导致华阳计划的设计被暂时搁置 在这样的背景下 着手研发新一代训练与作战系统 并有意配备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发的海工三合海界二防空导弹时 中山科学研究院通过商业途径 移入了美国的41克瓦查垂直发射系统 并努力争取技术转让 在41克瓦查的技术转让流程中 中山科学研究院成功吸收了垂直发射系统的排气与消防技术 进而对原先的华阳计划进行了优化 至2020年 海界二防空导弹的陆地测试验证工作已经圆满完成 测试过程中分别采用了中山科学研究院 自主研发的华阳垂直发射系统和倾斜发射箱 两种发射模式 2021年4月7日 对海界二和海工三发射系统的技术 是否源自向美国洛克希德 马丁公司洛马集团的采购与逆向工程学习这一问题 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间接回应称 这并不涉及导弹技术部分 同年5月10日 联合报报道指出 中山科学研究院与海局明确表明 配套海界二的垂直发射系统 是中山科学研究院自理研发的 并强调 在此领域已具备深厚的技术积累 并未获得美国的授权 2022年1月27日的报道显示 为了配合法国厂商主导的 康定级舰艇升级项目 法方同意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 以修改中山科学研究院的垂直发射系统 此局旨在促进该系统与舰上法国作战系统的整合 并规避中山科学研究院所引进MK 41垂直发射器的知识产权问题 报道进一步指出 中山科学研究院华阳计划的垂直发射器 当时仅完成了陆地测试验证阶段 预计将在法方完成技术修改后 于2023年进行海上测试 并计划安装在高雄号测试舰上进行实际测试 2022年10月14日 自由时报报道指出 中山科学研究院在开发华阳岸垂直发射系统过程中 遭遇了多项技术挑战 但在法国厂商及专家的协助下 最终成功克服了这些难题 到了2023年8月23日 自由时报透露 海舰2和海工3防空导弹 结合华阳岸垂直发射系统 已在高雄号测试舰上成功完成作战效能评估 并将逐步步属于海军新一带巡防舰 新型大型舰艇 以及正在进行升级的舰艇上 这表明 华阳岸垂直发射系统不仅与海舰2导弹适配 还能兼容体积更大的海工3导弹 因此 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华阳计划垂直发射系统 将被应用于台湾新舰舰艇和正在升级的康定级舰艇 从而减少对美国41克瓦查系统的依赖 在2023年9月中旬 于台北举办的航太国防展上 中山科学研究院展示了海舰2防空导弹 这是一款海射型主动雷达制导的中程防空导弹 具备全天候 多目标 全方位垂直发射和快速机动能力 还配备了折叠翼增程加力器 推力向量控制机构 以及专用发射箱 其垂直发射系统还具备一坑四弹的部署能力 这意味着 中山科学研究院的华阳计划垂直发射系统 不仅适用于海空三导弹 也适用于采用一管四弹紧凑装载方式的海舰2导弹 回溯至2010年代 台湾海军在发展新一代作战系统训练专案时 配套的舰载区域防空导弹子项 为海空三型 该型号导弹 基于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发的 陆基天工三型防空导弹改进而来 导弹尾翼可折叠 实际上 海空三型导弹的前身正是天工系列导弹 1996年台海导弹危机后 台湾军方深刻认识到 板坛道导弹能力的不足 同年4月 有报道指出 台湾国防部批准了一个为期5年 预算39亿新台币的计划 由中山科学研究院 基于现有的天工防空导弹技术开发 天工反导弹系统技术 后续阶段可能会安排更多预算 以推动整个项目的发展和作战测试评估 该阶段的任务 由中山科学研究院负责执行 包括开发系统关键技术 如目标跟踪器 向为阵列雷达制导等 并评估5G系统的可行性 在2016年12月21日 上报 披露了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发的 天工三型防空飞弹的舰载版本 在屏东九宏基地首次成功完成 垂直发射飞行测试的消息 测试结果极为鼓舞人心 据透露 中山科学研究院 有意将海工三整合近期 自主研发的垂直发射系统中 当时 中山科学研究院已与美国方面达成合作 通过商业途径 移入了两套41克瓦查垂直发射系统 用于测试 并正等待美国官方的出口许可批准 鉴于中山科学研究院 此前已成功为海加2等防空飞弹 开发了相应的垂直发射系统 因此 希望通过与41克瓦查的对比测试 来赢得海军的信赖 根据2020年 立法院国防外交委员会的档案记录 海工三的射程达到了约100公里级别 据上报报道 中山科学研究院 对海工三和海加2进行了调整 使它们能够适配41克瓦查垂直发射系统 包括折叠弹翼 以及匹配41克瓦查的系号接口等 在每套41克瓦查垂直发射系统交付之前 中山科学研究院 利用自主研发的垂直发射系统 对海工三和海加2进行了路上测试 涵盖了全系统的导供测试 和实弹飞行测试等多个环节 2017年1月初的媒体报道显示 中山科学研究院的 海工三防空飞弹 在2016年12月14日 首次尝试与垂直发射系统 进行整合时 由于电子信号连接问题 导致测试被迫取消 经过中山科学研究院 技术人员的故障排查 于12月21日 重新安排了海工三的试射 此次飞弹成功 从垂直发射器中发射升空 并准确抵达预定空域 标志着海工三 与垂直发射系统的初步连接 取得了成功 随后中山科学研究院在2017年 继续推进垂直发射系统的测试工作 并在年底成功完成了 陆上实弹测试 测试成功后 计划将垂直发射系统 及后端作战系统 部署到高雄号登陆舰上 进行海上实弹测试 2019年1月25日 中山科学研究院加速天工三型 和雄风三型飞弹的量产进程 总预算高达748亿34666万 2019年9月23日的上报报道指出 海工三型防空飞弹 是基于天工三型 进行改进而来的 为了适应41克瓦查 垂直发射器的尺寸和系号接口 对部分结构进行了调整 并将尾翼设计为可折叠式 在2017年初 中山科学研究院 利用参考41克瓦查设计的 垂直发射系统 进行了路上测试 成功完成了全系统的导控测试 随后也顺利进行了 全系统的实弹测试 并成功击中了空中目标 圆满达成了测试目标 2019年11月30日的上报报道 海军计划在2020年初 开展训练作战系统的联合测试 其中包括相控阵雷达 与41克瓦查垂直发射系统的 连接测试 随后将进行 海空三防空飞弹的海上测试 首先是飞弹的飞行测试 涵盖各自系统 与飞弹的系号连接测试 以及飞弹发射后 接收舰载雷达导引的测试 尽管海空三飞弹 已经完成了路上测试阶段 但海上测试阶段 将受到海面波浪等 复杂因素的影响 难度和不确定性 相较于路上测试会有所增加 上榜 强调 一旦海空三防空飞弹 成功完成海上作战测试 海军将在高雄号上 开展海界二飞弹 装入41克瓦查发射器的 海上飞行测试 并计划在2020年底 对海界零短程防空飞弹系统 进行舰上测试 在2020年 台湾计划进行多次海空 三防空飞弹的飞行测试 包括更贴近实战情况的复杂作战测试 以全面验证系统的可靠性 根据上报在2020年3月7日的报道 2月26日 高雄号在屏东九棚基地附近海域 首次实施了海空三防空飞弹 通过41克瓦查 垂直发射系统的飞行导空测试 此次测试 聚焦于海空三飞弹在 41克瓦查垂直发射系统 发射过程中的数据连接稳定性 以及飞弹发射后 通过战斗系统 经相控阵雷达 进行数据传输的导控效能 测试进展顺利 成功达到了预期目标 然而 3月15日 联合报已用知情人士的话称 截至当时 海空三行 已在2月和3月 完成了两次陆上试射 均从九棚基地成功发射 并击中目标 但海上试射尚未展开 联合报还报道 第三次陆基的海空三飞行测试 即将进行 而原定于5月的首次海上试射 则因多种因素 尚未确定具体时间 特别是 41克瓦查垂直发射器 与海空三飞弹的整合工作需 美国人员协助验证 但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美国人员前往台湾 驱经日本东京等地转机 并在抵台后 进行14天的检疫隔离 这对试射进度造成了影响 据上报 在2020年7月23日的报道 由于训练作战系统进度之后 海空三防空飞弹的作战测评进度 也相应推迟 同时 海加尔防空飞弹 与41克瓦查垂直发射系统的整合工作 也因训练作战系统的延误 而不断厚延 8月25日的上报报道指出 中山科学研究院 在8月中旬 于屏东九棚基地 进行了海空三进载防空飞弹 通过路上41克瓦查垂直发射器的 全系统实弹射击测试 但此时 高雄号登陆舰上的 相控阵雷达训练作战系统 与41克瓦查垂直发射器的 信号整合 仍存在问题 尽管系统成功锁定目标 并发射飞弹 但飞弹在飞行的最后阶段 偏离的目标 未能成功击中 经过检查 这次海空三飞弹 未命中目标的原因 与海舰20弹射击失败的情况相似 即飞弹在接近目标时 引信未能正常启动 据上报报道 海空三防空飞弹 是中山科学研究院 研发过程中 最为顺利的战术飞弹之一 这得益于天空飞弹项目 科研人员的 技术传承未曾中断 预算充足 以及飞弹弹体提供的较大空间 使得对模组与系统的修正相对简单 不会因空间限制而影响进度 在2020年10月11日的上报报道中 海空三在8月和9月 分别进行了两次海上全实弹射击测评 均从高雄号成功发射 这两次射击分别针对低空和中高空目标 在8月底的第一次射击测试中 海空三成功击落了低空目标 但在进行中 高空目标射击时 飞弹偏离了目标 经过检查 发现问题出 在引信上 而非防空飞弹或系统本身 在9月的第二次海上射击测试中 海空三飞弹成功完成了低空 及中高空拦截任务 直接命中了目标 这两次成功的测试 标志着海空三与41克瓦查垂直发射系统 在海上的整合射击测评初步完成 未来将继续进行其他项目的海上作战测评 根据上报的报道 得益于训练防空作战系统的初步成效 计划将在高雄舰上 对海空三进行进一步的作战射击测评 然而 由于训练作战系统项目的整体进度之后 这也影响了整个项目的进度 因此 海空三防空飞弹的量产计划 目前尚未有明确规划 根据2020年11月12日上报的最新报道 屏东九棚基地 在进行海空三与41克瓦查垂直发射器整合的 路上测试过程中 遭遇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情况 海空三防空飞弹在发射时 急推进器的火焰 导致发射口周边出现了焦黑现象 这一现象 引起了中山科学研究院的高度重视和紧张 幸运的是 经过美国技术人员的细致检查 确认41克瓦查发射器的结构安全 并未因此受到任何细微裂纹或损害 测试得以继续进行 并且在后续试射中 该现象未再重现 为了查明原因 中山科学研究院 对出现问题的海空三防空飞弹 进行了深入的检查和资料比对 并据2020年10月21日上报的报道 在美国对台湾实施战略性高科技组件 出口管制期间 中山科学研究院面临了获取关键高敏感性组件的难题 例如 飞弹制造所需的陀螺仪 加速度计和电液四伏驱动器等组件 由于管制原因 难以从美国顺利采购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 中山科学研究院不得不转向其他渠道 寻找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替代零部件 其中 雷射陀螺仪 就是从欧洲或俄罗斯等地采购的替代产品之一 海军现役的多种自制武器装备中 就包含了这些来自俄罗斯的雷射陀螺仪 幸运的是 自2018年 美国对台解除武器机遇以来 中山科学研究院可以重新获得更高性能 更稳定的美制高级军用组件 这一转变 对于提升台湾自制武器系统的性能 具有重要的意义 好了 本期内容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环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